历史和事实表明 这几个国家想当人权教师爷 但他们根本不配 我想非常坦然地告诉你 我们一点都不担心 这个几个国家的声音 不代表国际舆论 他们的立场 不代表国际社会的立场 我们是希望他们能够反攻自省 然后学会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 去与其他国家打交道 如果他要摆出一副人权教师爷 或者民主优越 这种姿态居高临下地来教训中国 甚至基于谣言和谎言 来干涉中国内政 甚至横加制裁的话 那对不起 我们只能礼尚往来